放出恶魔,海学生的罪魁祸首就在身后 然而还没等你喊出对方是敌人 梅菲斯特突然爬出屋顶,一脚把零踹了出去 随后一个响指,梅菲在房间里的驱魔师 立刻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 作为证实的学院的校长 他怎么会运行恶魔入侵学校呢 原来这是设计好的驱魔师后部认定考试 他在集中训练中安排了数名审查员 对他们进行了缜密的测试 并会在看过老师们的报告书后 判定他们是否合国 受到失业建设伤害的全员被赶去医务室挂水 没想到这居然是一场考试 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 自己的表现到底能不能过关 驱魔师最重要的就是协力合作 从这边表现来看 初约认为自己是最差劲的 旅生安慰他表现都算好的 至少比一只墨鱼的兜帽和娃娃难抢 不过功劳最大的就要算施惠美了 如果不是他,大家可能都会落选 面对大家的道谢,施惠美满脸通红 他终于也能帮助到大家了 胜驴问起灵是怎么一个人消灭恶魔的 被灵用极其抽象的描述糊弄了过去 只有初约始终对他保持着疑心 毕竟取去训练生 仅靠一把剑就打倒了终极恶魔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测试结束之后 雪南找上了独眼 也就是伊雷格乌斯老师 对方在测试中的行为明显超出了考试范围 他自作主张让学生陷入危险中 还差点暴露灵的能力 灵的真实身份 只有他和少数角士知道 而知道了秘密的人都想梅菲斯特发过誓 却没想到 雷格乌就是按照梅菲斯特的吩咐做事 如果雪南是灵的意志剂 那他就是催化剂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灵更精准的把握自己的能力 测试他今后能否作为骑士团的武器 雪南相信他的哥哥能很好控制自己的能力 让雷格乌斯不要小看他 雷格乌斯让雪南放心 他并非真的想要杀了灵 最后雪南找上独自看见的施惠美 要和他谈谈今后的发展问题 原来施惠美的报名表上 并没有选择自己要成为怎样的骑士 施惠美其实很纠结 他并非是想要成为驱魔师而进入私塾的 又不想半途而废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 雪南顺势谈起了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那时候雪南刚成为驱魔师 被神父领着来驱魔店买东西 年龄还不到14岁 紧张的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施惠美也非常害羞 露了个头就跑走了 但是等他们即将离开的时候 他又从庭院里跑了过来 递给了雪南一只四叶草 就这样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提起往事 施惠美羞得满脸通红 她那时候只是单纯的憧憬着雪南 觉得她很了不起 雪南说自己小时候 也只是个受哥哥保护的爱哭鬼而已 小时候哥哥无所不能 是她崇拜的对象 但是人不能总长不大 施惠美想要在私塾学习 就要拿出更大的决心 特别是她还拥有成为首棋式的天赋 雪南希望在明天结果出来之前 她能和母亲好好商量 想成为驱魔师后果 必须抱着生死攸关的觉悟 施惠美一想到 那场她差点撑不下去的考试 就有些害怕 雪南安慰她 那只是一场考试 老师们都非常注重学生们的安全 想起雷伊格乌斯的最后一句话 雪南的心中 顿时有了不祥的预感 雷伊格乌斯潜入宿舍 对着床上熟熟的灵 一倒扎了下去 然而这一击却扎了个空 雪南举枪出现在她身后 至于灵 早就被雪南交给了 是会没照顾 灵惊醒之后 听到楼上传来异响 雷伊格乌斯的手臂上 挂满了召唤阵 利用鲜血召唤出无数鬼手 和雪南纠缠着打上了天台 雪南一个不慎被鬼手掀飞 雷伊格乌斯趁机在地上画好了魔法阵 他划开了自己的手臂 利用鲜血召唤出了最高级的施翻拳 一只山一样高的恐怖怪兽 雪南打在对方身上的枪根本不起作用 怪物从身体里长出怪兽 一把将雪南砸在墙上 随后一步步朝着他逼近 雪南的面前突然烧起了一团青色火焰 恶魔化的灵 怒不可遏的朝着雷伊格乌斯冲去 就被对方的一瓶圣水浇灭气势 怪物趁机一把捏住灵的脑袋 好在雪南及时清醒破坏了魔法阵 怪物瞬间消失 雷伊格乌斯剑子还要继续召唤 但灵的刀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 原来雷伊格乌斯也是12年前青枝叶的生还者 他被撒旦附身后失去了一只眼睛 并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家人 所以他对撒旦有关的一切生物痛绝 更别提撒旦的儿子了 所以无论付出怎么样的代价 他都要杀了雷 雷伊格乌斯面色猙獰 手臂中陡然伸出一节枯枝 贯穿了雷的侧祸 但令他惊讶的是 雷没有丝毫的反抗 甚至主动收起了刀 问他消气了没有 如果这还不够 他就让达到消气为止 但请不要把无过的人牵扯进来 雷伊格乌斯动摇了 他放弃了复仇转身离开 但是这一切还没完 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 都等着找雷复仇 是会每出上楼的时候 正好遇上重伤的雷伊格乌斯 天光渐渐亮了起来 雷的伤口开始愈合 一夜见到施惠美 吓得赶紧把尾巴塞进裤子里 被勒令躺下了球里伤口 为了不让雷再次受伤 施惠美终于下决心成为驱魔师 梅菲斯特公布结果 大家都顺利的成为了驱魔师后部 校长大方的请大家吃文字烧 梅菲斯特向雪南保证 雷伊格乌斯的事不会再出现 雪南也不知道心没信 转头被学生们叫去吃饭了 雪南走后 就是他一手安排的 而他现在还要把阿玛一蒙 也安排进学校针对林 护下是最难熬的集结 就算是恶魔之子 也得吃冰棍降温 兄弟俩住的老宿舍没有空调 只有一台电风扇 勤勤恳恳的工作 林还忘了给弟弟买水 难得的周末 还要写题和作业 成为驱魔后补生 林依旧排在驱魔师底端 倒是雪南已经升到了中间的中一级 林抱怨着要升到圣骑士要多长时间 却没想到弟弟一下子就生气了 圣骑士的称号只会授予一个人 而且现在暂时是不会给林安排任务的 他经常无视命令 擅自行动不说 连买个东西都买不好 战斗也太过依赖撒旦的力量 靠着自己欲和快 还动不动就用身体当挡箭牌 完全不知道用脑袋去战斗 这样下去 迟早会被撒旦的力量所支配 林虽然知道弟弟是在意自己 但也不满雪南就在书脚 兄弟俩一言不合就吵了起来 林一气之下 打碎了雪南的眼镜 这一下雪南是真的生气了 正巧接到驱魔任务 从抽屉蝶掏出备用眼睛扭头就走 虽然说着不让哥哥来 但林还是死蝶赖脸的跟着去了 看守南里们的妖精猫小黑突然狂暴 到达现场后 一只巨大的猫正趴在路爬上呲牙裂嘴 林四估听到了有人在说什么骗子 原来小黑是藤本神父 也就是孙基拉养父的使魔 他曾是某个地区养残业的守护神 因为捕捉咬坏蚕食的老鼠 而受到人们的供奉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养残业逐渐衰落 人们忘记了它的存在 神社被枪拆导致猫妖恶魔化 不管是麻醉枪还是圣水 对猫妖都不起作用 双方正紧张地对峙 战斗陷入僵局 所有手段都不起作用 他们这才请当时野在场的雪南过来 当时雪南和林一样 还是驱魔师后补 某个工地接连发生离奇事件 当敌人怕闹鬼 就请来了各行的法师 但都请不到任何作用 最后只好抱着司马当和马医的心态 请来了证实的骑士团 而不留一滴血降服了作用猫妖的 正是圣骑士藤本神父 灵精带了 没想到自己的父亲 居然就是最高级的圣骑士 藤本神父和猫妖地接使魔契约 并给取名小黑 让他成了学院的门卫 但恶魔毕竟是恶魔 失去了主人之后 只会立刻回归野心 藤本神父预料到他死后 小黑可能暴走 早就将调制好的毒药炸弹交给了雪南 让他的自己死后杀死小黑 但毕竟没有用过 不知道炸弹的威力和作用 雪南主张由他一人来完成这件事 此时灵又听到了那阵声音 再骂所有人都是骗子 神父才是最强的 神父不会死 他一定会回来的 此时灵终于明白了 原来发出声音的正是小黑 此时的驱魔师 已经在雪南的指挥下撤退了 害怕药也会对身为恶魔的哥哥造成影响 雪南让灵也离开 现在学院里 没有能降服这类恶魔的驱魔师 最好的办法 只有将其杀死 猫妖坚信藤本神父会回来 在神父回来之前 他绝对不能死 灵阻止了雪南 恶魔的心灵感应 让他知道猫妖只是在难过而已 所以他想要去试着说服猫妖 灵让雪南放心 这次他会试着用脑袋去战斗 于是灵站到了猫妖对面 亮明自己是神父儿子的身份 然后不但一点犹豫和委婉地告知猫妖 神父已经死了 真的死了 彻彻底底地死了 猫妖懵了 生气地朝灵冲来 灵一个头锤将猫妖撞倒在地 雪南都傻了 这还真是用脑袋战斗啊 震惊 撒旦之子 当众头锤恶魔 导致对方脑震荡 灵母掉逼鞋走到猫妖面前 他看得出来 猫妖其实非常喜欢神父 所以不是故意搞破坏 只是在伤心难过而已 领想猫妖伸出手 所以喝好吧 喝个伸出手的那一瞬间 雪南似乎回到了神父驯服猫妖的那天 神父知道猫妖却是非常喜欢人类 只是因为被遗忘 所以难过而已 他带了好喝的木天料酒 所以喝好吧 他终于接受了神父已死的事实 便回原形蹲在地上大哭出声 而在正对事故现场的二楼 梅菲斯特和弟弟阿玛一蒙 看完了全场直播 由于灵没有爬刀 所以阿玛一蒙也不知道他的实力如何 阿玛一蒙暂时没有对灵出手 而是对现实很感兴趣 危机解决之后 雪南编了一个理由 让猫妖小黑成为了灵的屎魔 而神父所谓的毒药炸弹 也不过是他的木天料酒而已 神父怎么舍得杀死小黑呢 看着开开心心喝酒的小黑 零笑了出来 原来他的父亲 要比他想象的厉害得多